东西互见美美与共,这里是聚焦东西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走出国门的一项运动,乒乓球 乒乓球在奥运会项目中被大家调侃称为中国的国球 因为按照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标准 拿世界冠军容易,但是拿中国冠军就不那么容易了 因为师父是世界冠军,师弟是世界冠军,队友是世界冠军 在中国球队里一片世界冠军 而且日本运动员福元爱细说自己的不幸是来自于中国女队四届大魔王 无缝链接,没有给她一丝一毫的出现余地 而在比赛快崩溃的时候还被同情送了一份 可以说中国的国球乒乓球魅力与威力并存 历史与现实辉映,而且已经辐射到海内外 欧洲人他们是按俱乐部的方式,他们就跟美国其实还差一些 他们很多俱乐部都是传承下来的 他们都是有了很多年的历史 包括从爷爷,从爸爸,然后再到他们这一带 他们是家族式的乒乓球俱乐部 所以说他们很多都是在当地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所以他们也让欧洲的这些小朋友也去学乒乓球 是美国威动乒乓球学院负责人 这个学院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使命是让生活更快乐 让生命更自由,让世界更美好 对,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呢 很多因为美国人因为他们不喜欢打乒乓球 他们喜欢玩的应该是一些棒球啊篮球啊 他们一些大球运动 所以说他们可能没有这个真正的体会到乒乓球的乐趣 所以我们最大的挑战应该是想办法去让这些美国的小朋友 还有一些这个这个各个国家的小朋友 让他们体会到这个乒乓球的乐趣 对于体育的热爱连接起了世界各地各个年龄阶段的人 不仅在现在,在半个世纪之前 更是在中美外交历史上创造了奇迹 在半个世纪之前,美国围堵中国,孤立中国 之后,时意是意,需要找到机会打开交流的渠道 结果,一位美国女乒乓球运动员的误车 成就了中美乒乓外交的佳话 1971年3月底4月初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鼓舞举行 比赛期间,一位美国运动员匆忙间 误登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巴士 前往赛场 这场意外相遇打开了中美交流的契机 时光流转到现在 2022年,在美国硅谷地区 微动乒乓球学院里 一位非专业的女士 在享受她的每周学球时间 乒乓球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 由于中国运动员的努力 几乎把乒乓球变成了 烙印下中国器具的体育运动 机敏灵活 刻苦坚毅 天赋异禀 同时又求同存异 如果没有证客 这个操弄该多好 现在,中美关系因近期 美国议长佩洛西可能的 访问台湾的议程 被不断升级 变得异常敏感 但时间上 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个人层面上 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温度和气氛 现在看起来 高级政治领导人 会显示中国人或中国人 作为敌人 你觉得美国人是正常的美国人吗 其实来美国开球馆 也是民间交流的一种方式 地球村本来就不大 如果多一些特色 多一些文化 多一些交流 大家生活是否会更快乐 心灵是否会更自由呢 其实很多外国人 应该是他们 有的来打乒乓球的原因 他们其实是因为 喜欢中国的文化 所以他们来打乒乓球 对,然后呢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可以了解很多 中国的这个习俗和文化 然后更多的去关注乒乓球 他们也相当于关注了中国的文化 另外 乒乓球不仅作为文化的使者 作为它本身 也需要被更多国家了解和接受 如果乒乓球长期被一个国家的运动员垄断 成了该国的优势项目 这个体育项目也就失去了竞争的特点 其他国家没法在乒乓球上看到赢得冠军的可能 就会减少在乒乓球这个项目进行投入 而各国对乒乓球的关注度会越来越低 一项体育赛事被一个国家的运动员包来 那么这项运动就会发展 渐渐进入瓶颈 为了保持乒乓球的运动关注度 中国就曾经做出了一项计划 让乒乓球运动员出国交流 邀请外国选手到中国训练 这样也就是促进了中外选手的差距逐渐减少 外国人对于乒乓球的关注度也就会保持下去 甚至会提高一些 体育项目往往也都会有一定的商业性 乒乓球同样是如此的 关注的人数越多 赞助商也就会投入的越多 不过乒乓球在国际上的受欢迎程度不是很高 目前提高这项运动的关注度就能推动起商业化 而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呢 乒乓球的比赛要成为一种国际赛事 一项著名的大家都能参与的赛事 自然就需要更多的赞助商 虽然在中国的乒乓球是非常受人欢迎的 但是比赛却不是很多 它的商业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 而培养外国选手可能会导致中国运动员丢失金牌 那又怎么样呢 这样可以利于整个乒乓球推向全世界 利于整个乒乓球运动项目的扩大 就像是中国武功一样 一通百通 举一反三 因为有乒乓球作为媒介 吕博良和他的教练们在一次又一次的训练中 与来自各国的学生和家长愉快地交流着 像这样的乒乓球机构 在美国 在欧洲还有不少 润物细无声的中国运动员们 用中国国球的魅力 正在影响着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 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在国内建设中国是为国奉献 在国外传播中国的魅力也是为国处理 中国两个字是从每一个华人的身体力行里 展现给全世界的 而东西互建 每每与共 才是地球村所有人能和谐共处的方式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 估计佩洛西看不懂乒乓球 不过 欢迎大家点赞 一举三连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